新书快报 很多愤怒青年 他们觉得社会不公不义 其实制度出了很多问题 但还有一个加重了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始终不了解他人的处境 这些他人是谁呢 我们今天新书快报 为您介绍一本 很像小说 那么好看 但是又真实的反映了 美国纽约街头现状的书 书名叫做人行道 Sidewalk 为您请到的是 游记文化的编辑黄恩玲 恩玲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里头有很多真实的故事 那我觉得可以先推荐其中一个 真的有人在街头上吸毒 然后平常要打零工卖杂志 这个吸毒的人他下班的时候 他刻意的留一部分 他明天够用的钱 然后交给他的朋友 说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保管 半夜如果我回来找你拿钱 你千万不要给我 那你这个吸毒的人在想什么呢 一般的中产阶级市民 如果有忧郁状况 他可以找心理医生 可是这些街头的底层黑人 吸毒其实是一个 他排解忧郁的方法 但是那个吸毒带来快感 其实短短几分钟 然后毒品的药效过之后 其实更多的忧郁 然后负面情绪袭来 可能要吸食更多毒品 但是这些人 其实非常清楚知道说 这样的恶性循环 可能会导致明天 没有饭可以吃 所以他打零工有限的钱 他会做一些分配 然后只买特定数量的毒品 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他 信任的街头同伴 请他们保管 那所以他会要求他说 如果到我半夜来找你 拿回我的钱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给我 可是接受这个托付的人呢 其实冒得很大的风险 因为吸毒完之后 其实生殖不清 生殖常常出现暴怒的情况 那从这个段落就看到说 在街头人 其实彼此之间有一种 发展出一种特别的互相支持 而且是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市民 其实我们经验中 很少可以看得到的 这本书书名叫做人行道 其实书里面还有数不尽 这种真实的 在美国纽约街头上面的 这些黑人 他们的日子怎么过的 这位作者呢 杜尼尔他在1992年 因缘际会之下 来到这个纽约 第六大道的街头 那所以他整个的书写 描写的范围 大概就是在第六大道 大概三个街区大的范围 然后在这街头上的 男男女女的生命故事 那他的时间呢 大概从1992年 开始进去这个街头 到1996年的时候 他已经完成全书的书稿 然后出版社都准备出版了 可是在这本书的附入 有谈到说 当时他给街头 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哈金 哈金读完稿子之后 很诚恳跟他说 这样的书还不能出版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 这街头的全面 所以杜尼尔他接受这个建议 然后跟书版社说 抱歉我得停下来 再继续深入下去 所以还要从1996年 又持续在街头 一直到1999年 完成了这本书 所以前前后后 他的研究参与观察 大概花了七八年时间 我在书里面看到 这个社会学家 他其实不只是用录音机 他甚至也下去卖 各种书报杂志 然后跟他们交朋友 这么严谨的事情 要花快要十年 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难怪里面都是真实的人物 而且我看到他 很诚恳的告诉大家说 我这是社会学的著作 然后有立场 有可能有局限 社会学这件事情 可能会让很多读者却步 可是其实大部分 都很像小说 它怎么样融在一起的 这个书在社会学的领域中 有一种特别的名称 叫做民族制的方法 你必须在现场 而且你必须长时间待在里面 跟他们一起生活 观察 访谈 那这个是民族制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把 你所收集到的资料 怎么把它书写 整理出来 所以整个笔触或剧情 看起来很像小说故事 但它整个建立的基础 是在于真实事实的 事件的事情 那这一种就成为 非虚构写作 这本社会学著作 《人行道》 其中有一段就是讲 他用录音机录下的那种 一天到晚骚扰 街头女性的那个人的声音 然后去观察这两个人 在语气 衔接上的时间长短来 呈现他们的权力结构的关系 在顿尼尔在书里面 他抢一句话 他说 第六大道上面 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见 那这句话 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说 他们有资格传递 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被代言 可第二个是更具象的 所谓他们的声音 必须被听见 所以他运用录音机 所以书里面他提到 如果是当事人所说的话 他会加引号 很精确 让你知道是他们说的话 他运用一种叫做交谈分析方法 所以他把他 这个街头黑人男性 搭讪白人女性的对话 他把他打出逐字稿 甚至把里面 再把时间的变数放进去 比如说 这个男人说了一句话 在说话同时 那位女性 抢着也说话 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两个人同时出声音 那另一个情况 黑人男性问了一个问题 可是等了三秒 都等不到答案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交谈分析 也看到说 这里面对话背后 隐藏的一些旋外之音 而且这个过程 后来加了一个新的变数 就是说 这个女的后来对这个男的 好像开始比较熟悉一点的时候 那种语气 衔接的时间又不太一样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会在一个像小说一样的书里面 看到这种分析 这种书名叫做人行道 那书里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也非常妥善 让您看到了 我们的他人 你不只是游民 还有那些常常要面对游民的 公众的管理者的代表 像这些游民来到第六大道之前 他们其实曾经一段时间是 住在兵州火车站 那管理这火车站 又怎么要来应对这个事情 那后来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能够斩断 他们所有的活在那个地方的资源 他们就会离开 他把火车站中很多的死角 把他封闭起来 设定栅栏 所以等于他们没有一个 可以睡觉的地方 第二个 他们的食物来源是很多的 火车站肉的商家 愿意把剩下的食物送给他们 那他们就会去 对这些商家小语大意说 不要再给他们食物 他创造一种说辞 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 例如说 给他鱼吃 不如叫他钓鱼 所以你们用这种持战的方式 只会让这些人 没办法回到街头 那最后他们运用一种法令的方式 可是他们学到一个道理是说 你只能针对他们的行为 不能针对他们的形象 所以不能因为他是游民 你就处罚他 必须说他踩线 你就处罚他 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密的治理技术 那以结果来说是有效果 可是他带给我们更深刻的问题是说 到底车站是属于谁的 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可以是车站的使用者 这书里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是一个卖镜子的故事 他让我们看到这些纽约街头的黑人 他们怎么样从乞讨 然后想办法找到东西来卖的一个过程 但那个卖的过程 可以从上游到下游 又可以看到那个社会的结构 非常有趣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镜子故事其实就体现了这本书 作者杜尼尔想捕捉了一种 非正式经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下经济的样貌是什么 以卖镜子的故事你就看到 在这个非正式经济的体系中 好几个角色 比如说镜子从哪边来的 从镜子的背面看得到 是从某个墙上拆下来 但是这个货源不明 那但是有人就把镜子运到街头来 那另外呢 就是本来就在街头卖东西的人 他就承接了镜子 就开始兜售他 还有第三种角色是 帮忙顾摊的人 因为镜子放在好几个地方 然后有人就坐在那边帮忙顾摊 可是最有趣是第四种角色 就是顾客 那所以杜尼尔就发现 很多顾客其实是白人中产阶级 那为什么他会在这边买镜子 他就在看这里面的动力 所以在买镜子的过程中 其实他捕捉到很多讨价还价 因为白人中产阶级 有一种自己对物品的价值判断 可是黑人的卖家呢 有一种他作为我卖东西者的尊严 那甚至里面常看到对话是说 白人的顾客一直要问出 镜子从哪里来 他心里隐含的认为 黑人卖的就是脏货 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种动力 虽然这过程非常周折 但我觉得最后 每个人好像都得到他要的东西 甚至都赚到钱了 非常有趣的一段 卖镜子的故事 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小说而已 非常的精彩 他的书名叫做人行道 希望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了解他人的生活 想要了解那种 很高明的社会学的技术 怎么样描写他人的生活 也许你可以看看这一本 由邮寄文化所出版的 人行道这本书 今天非常谢谢邮寄文化的编辑 黄恩玲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您 谢谢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